簡單玩明日 明日簡單玩 大家目前裝備配得怎麼樣了呢? 今天會從富汽爾挑選配件的升級 來教大家如何搭配 與目前副本的健康檢查 看大家可以打到哪些副本了 首先以小簡單作為基本 跟大家報告一下 目前的角色素質 目前16裝的三圍 等級於83 暗84 83 職業是五道專家 在裝備五星的開始情況下 目前配件是10 13 16 那攻擊率來到了125 暴擊率來到了112.2% 然後我們的傷害屬性 傷害加成來到了13.3% 那暴擊傷害加成來到了48.5% 這樣的攻擊率 我目前自己測試 勉強2代2可以過車戰 如果隊伍連這樣的傷害都沒有 不介意打車戰以上的部分 海島監獄基本上是連門票都沒有的 不過如果是其他的戰鬥職業 因為職業加成傷害可以少20% 所以大家加油 裝備趕快撐起來 你說防禦 防禦不重要啊 攻擊就是最好的防禦 怪都被秒了 你還擔心什麼 何況四個擴散多得好 副本打的沒煩惱 好再過來負武器方面 目前版本最強的負武器 一定是斬馬刀 只有斬馬沒有提現 如果是小課武士每個版本的近戰武器 都有鑽研的情況下 是可以不考慮的 其他大課無課主推絕對是斬馬 在有鑽研的情況下 養到45等天下無雙無課的情況下 12裝買一把到17裝都可以不用再換 CP值可以說是突破天際喔 技能方面首推無雙 這邊就不再多說了 我們無雙都下去 備件方面喔 負武器10%的攻擊力 會增加在人物面板上 這點很重要 因為是425路的 握柄增加的攻擊力 加上負武器的尾數 剛好是5的時候會額外加1攻 把尾數不好 握柄的等級就很好計算 舉例來說 我目前的攻擊力是115 那我裝備在負武器時 我的攻擊力就會額外加12點 雕獅25%的傷害加成也會吃到 但是只有25%的原因 雕獅的等級可以比槍口少3到4等 就沒問題了 負極在傷害的提升上感覺不明顯 所以掛碎的等級可以比雕獅 再低的2到3等即可 如果是武士的話 一樣會使負兵為主喔 所以近戰武器的配件結論 負兵等級 加上負武器的尾數等於5 如果是武士的話 請直接點到最高 那槍口等級大於雕獅等級加3 大於掛碎等級加3 如果有新握柄 如果你有新握柄 我就... 我就... 你追吧 再來進階的方面 進階首推是我們的攻防定制 這任務區在副本跟PK來說 CP是最高的 畢竟他在受到單體傷害20% 接下來的5秒鐘降低傷害 可以降低到10%以上喔 雖然只能60秒觸發一次 但是至少是個很好觸發的技能 A1暴擊在打低階 副本跟小怪來說也有不錯的表現 至少算是可以吃到的技能喔 如果沒有那麼多預算 單純10個技能加暴擊也是可以 但整體CP值最低 最後的技能我目前也只推 無人機元件的戰術配合喔 但是想要省錢 要洗技能在副武器上也可以 畢竟副武器不會壞 我也很窮 我懂 最後鑽研方面 這邊要先跟各位破解個迷失喔 鑽研等級是不會加在副武器上面 但是會直接影響人物的數值 以35等的鑽研來說 副武器會增加2%的暴擊率 跟4%的傷害在人物的面板屬性上 這邊來做個簡單的測試喔 目前副武器的暴擊率增加17.4% 人物的暴擊率是69.5% 我們在裝備副武器之後 暴擊率來到了90.2% 等於是69.5%加17.4%加3.3% 蛤?你說多那1.3哪邊來的? 哼哼...再圖譜加成 不過圖譜沒有討論的空間 就是課間的證明 我窮我也玩不起 所以我這邊圖譜其實也只累積到了4點 結論 主武器的鑽研等級高時候 提升副武器的鑽研等級 也是增加輸出不錯的方式 所以注意 鑽研到45等會使面板的攻擊力再多一 這是為什麼說斬馬刀的CP值最高的原因 改型狀況好的 可以把斬馬點到45級18.3吧 以上就是副武器的分享 首先我們來測試一下中槍的槍口 放在槍槍上是否有用 目前裝備的是10配的槍托 跟10配的槍口 槍口使用重槍槍口 那打野豬的一槍傷害是39D 接著把重槍槍口換回原版10配的槍口 傷害一樣是39D 結果來說重槍槍口的傷害加成 裝在輕槍上是吃的到的 接下來就來測試 深槍口跟深槍托的CP值 13配的槍托搭配10配的槍托 10配的槍托 實測出來的結果單發是16點 也就是說我們槍提升了3點攻擊 實際打出來的數字卻提升了7點的傷害 相當10配的槍托與13配的槍口 傷害測試結果單發是11點傷害 也就是說我們提升了6%傷害 只提升了2點的攻擊力 最後換上13配的槍托與13配的槍托 傷害測試結果單發48點傷害 39提升到18傷害計算無誤 卻不知道是否是48點的傷害不夠 所以怕數的傷害沒有增加 不過根據計算結果 槍托的CP值會高於槍托的6倍 整體來說槍托比槍托等級高3等 會得到最高的CP值 結論槍托大於槍口等級加3 大於秒進去等級加3 最後護甲配件測試 全10配的護甲被拔持等殭屍攻擊 傷害以下是235 換上13配的練士加持後 傷害以下是215 6%的減傷減少了20點的傷害 換上13等鋼板10等練士 傷害以下是214點 3點護甲減少21點傷害 3等鋼板13等練士 傷害以下是196點 傷害減少235-196等於39點 簡單來說把固定數值撐高再去撐爬傷 可以得到最高CP值 所以護甲配件的升級鋼板全力 點高大於練士大於免許 以上就是今天硬盒的測試內容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